如果载具装物体的伤害完全还原现实会怎样 这里指的是载具开起来如果速度过快 撞到墙车会直接爆炸 车上人物会直接挂掉 会根据速度来决定撞击伤害 如果这样游戏会如何呢 一 开车会非常认真 这个设定完全就是还原现实的 现实可不是像现在的游戏那样 开120千米每小时 撞墙 车子和人都没事 到时候速度只要开快 玩家就会非常认真 因为稍有不注意 一车人就直接叽叽了 就算人物不会直接挂掉 车基本上也是不能开了 二 开车不熟练不敢开 也是同样的原因 现在撞车的影响太大了 说不定就直接坐下一局飞机了 这时候你一个开车不熟练的人敢去开车吗 尤其是队友都在车上的情况 离开不好一车人合理陪葬 到时候大家都要去特训导苦练车机了 三 一队人不会只开一辆车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摇车打法 一个人开车 剩下三个人射击 可如果载具撞物体完全还原现实 估计没人敢这么玩了 尽量都一人开一辆了 这样即使撞墙了 其他人也不会被波及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还会有什么改变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